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低压燃油系统压力太低是什么意思? 该通用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所有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现代、福特、马自达、道奇等的车辆。 低燃油压力系统通常用于柴油系统。 喷射泵的工作很繁重,因为为柴油发动机提供了它们所需的高燃料压力,以使燃料充分物化。 就是说,喷射泵首先仍然需要被提供燃料。 这是低燃油压力泵、系统发挥作用的地方。 密切监视这些状况对于ECM、发动机控制模块非常重要。 原因是,由于负载不足的注入泵、注入器不足而导致的任何引入的空气都可能会造成重大问题。 强制受限功率通常是车辆在需要控制某些只以防止操作员进一步损坏发动机时进入的一种模式。 燃料还必须经过众多的过滤器、泵、喷油器、管路、连接件等才能最终输送到发动机,因此,您可以想象,这里有很多可能性。 即使很小的燃油泄漏,通常也会给您带来强烈的气味,因此请切记。 在监视众多其他系统和传感器的同时,ECM已检测到燃油压力低和或流量不足。 注意当地的燃油状况。 重复填充脏燃油不仅会污染燃油箱,还会污染燃油泵以及所有涉及到的诚实。 P008A低压燃油系统压力过低当ECM在低压燃油系统中检测到低压时,设置了太低代码。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如前所述,当涉及柴油发动机时,低燃油压力会在将来造成问题。 我想说的是,严重性将设置为中高,因为如果您打算每天驾驶车辆,并且它是柴油,则需要确保您的燃油系统功能正常。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08A诊断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低功率限制输出异常的节气门响应降低燃油经济性增加的排放发动机呆滞的噪音应启动发动机启动时冒烟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产生此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燃油脏污燃油滤清器堵塞燃油管受限制,例如,扭结、堵塞等,燃油泵吸油不干净燃油不稳定燃油喷射器不良低压燃油泵弱燃油,例如旧的,浓的,受污染的,是什么? 一些P008A故障排除步骤 基本步骤以确保没有泄漏,请立即解决 这会导致任何封闭系统中的燃油压力低于预期压力,因此请确保系统正确密封且不会在任何地方泄漏 生锈的管路,燃油滤清器电圈,O型圈损坏等都会导致燃油泄漏 基本题是No.2检查低燃油压力系统的过滤器 它们可以位于车架导轨上或靠近燃油箱 应该很明显地发现燃油滤清器是最近更换的,或者看起来从未更换过,或一段时间未更换 相应的更换 请记住,将空气引入柴油燃料系统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纠正 因此请确保遵循正确的放弃和过滤器更换程序 有关规格和步骤,请参阅服务手册 基本步骤No.3如果可能,找到您的喷油器 这些通常很容易找到,但是,有时塑料盖和其他托架可能会妨碍正确的外观检查 确保确保没有配件或连接器泄漏燃油 而且,在喷油器本身,O型圈,周围是常见的泄漏 目视检查是否有任何物理损坏的迹象,或者是否有任何会导致燃料流量减少的事情 例如喷油器的纽结 考虑到开口太小,燃料中的颗粒物是真正的可能性 确保正确的燃油系统维护,例如燃油滤清器,EVAP等 感谢观看 本来,您的情感 同时, Ini那些让人酷了 咱们,这些转发的无法 解锁,在等于A欠油达筹 我说 estran达筹 不太有名乱 咱们来郎 提供地图贴 以后,能复得时 并不太有重 感谢观看